那等一下蘇院長也回到 今天蘇姓全動員 那你認為說是不是你可能被加2026有機會 今天大家都到齊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為張維倩努力爭氣 然後能夠擔任到總召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是全體大家都一起來 跟維倩恭喜 而且說實在的也不只是我們 因為宜坤甚至是乃余 都是這樣新生代議員當中 這麼優秀的好議員 我想今天是民進黨所有的議員 甚至委員大家都從立法院也都紛紛趕來 就是要給新的這樣一帶 這樣為他們加油打氣 我們希望一起讓新北更好 那在新北擴大服務你會願意嗎 其實我相信喔 這個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在新北的委員 甚至是民進黨的各位委員 都不但在自己的選區努力 而且如果有跨區的服務案件 我們也不會拒絕 因為本來為人民服務 為選民服務就是我們的天職 所以在過去的兩屆八年當中 我也已經接受過非常非常多 不只是我的區域以外的新北選民 甚至是台灣各地的服務案件 我也都有接過 如果大家覺得我可以信任的話 那也可以把案件交給我 所以會積極爭取來選新北市長嗎 這段時間我最重要的工作啦 也是我非常努力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我這個禮拜的表現 真的就是在國會做好我的工作 光是星期一三四這三天的質詢 我都花了大量的時間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是問到 部會都能夠好好的回答 我認為這樣有問有答 把事情的真相呈現在國人面前 甚至是能夠指出他們還做不夠 做不好的地方讓他們能夠改進 這就是一個國會議員的責任 也才是一個國會議員真正應該做的事情 更是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委員先生你有自信現在已經是最好的人選嗎 我很希望我是國會裡面很好的人選 那也很感謝喔 至少在這個過去公都盟的評鑑 我已經拿到11次的優秀立委 那這一次更是得到鄉親的肯定 當選了第三屆 我希望大家一直會覺得我是一個好人選 我也會繼續努力 現在民進黨內像林又昌部長 也被大家覺得說有可能會來選 新北市也是有可能 那他昨天也有到板橋來拜拜 那會不會覺得民進黨內的這個人選的問題 可能還會有點爭議 其實人選都是大家 你看台灣的選民其實很聰明喔 其實不管是位置也好人選也好 台灣選民會自動幫大家做最好的配對 因為所有的人 不管是人民也好 或者是想要參選的人也好 那或者是現在在擔任各個公職的人也好 我想要為台灣好的心意 大家都是一致的 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目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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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